小龙虾趁圣斗士不在家正准备欺负阮士子,不料圣斗士临时查岗撞个正着,开咬,欺负到家了,这还得鸟,小乌龟死死咬住虾尾,与绝一死战,怎奈虾可硬,虾力壮,小乌龟受制于虾钱,反被掀了个四脚朝天,回过神的小乌龟穷追猛打,一心想屈虾勿尽,以绝后患,激战正憨,猪队有卖悠悠的钱来助阵, 瞅准目标正欲开咬,胜斗士孔央级持归,伸出八卦腿正中猪队友面门,一脚踢退,猪队友退又赴来,小龙虾见识不妙收钱退战,未完待续